知道我們去市區嗎 頂著烈日懷中孩子等到睡著 他們怎麼也沒想到 好好的一趟離島遊 竟被丟包在原地啥等 肚子都很餓了 也很餓 他也沒有漏水可以泡牛奶 30名團員來自桃園 搭配安心旅遊補助 報名金門三天兩夜旅遊團 搭乘遊覽車出遊 卻在18號上午8點多 被丟包在泰伍山下 這一等就是5小時 要等將近4個小時才會有車 因為現在完全沒車 我們這是被丟包的概念 我們現在被丟包在這個泰伍山 軍人公墓 真的很扯 我們也都算了啦 就反正出來旅遊就快樂就好了 結果是真的是很不快樂 早上我真的不知道 金門的泰伍山 可以在這邊讓我們留到4個小時 小朋友要睡了 大家把旁邊都臉吵吵吵了 看怎麼辦 旅客等出火氣 就是因為這個團 出發前三天曾臨時告知 既沒搶到遊覽車 也沒訂到房間 所以無法成團 但團員架都請好了 最終好不容易喬出車子 到了景點卻被放下 這趟的半天 旅行車最終出動一輛鄉行車 將團員再往下個景點 但依舊得分批接駁 現在因為有跳島啊 車子不夠啊 不是勸他們 公司要陪他們團會的30%在這邊 你們自己看 開開心心出去玩 卻慘遭丟包玩性全無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將進入調查 釐清後續責任 既然李俊榮 黃明君李沛宣 新聞報導